現在是晚上七點五十多分 你見到天氣還很趕 已經吃完晚飯了 所以出來 原本想4月尾去一次 誰知5月尾都打算輸贏 突然成團忽然 當然要試炆機 用完原裝炆片 免得說不公道 夏天本地人全衝出來 除了跑步還有騎馬仔 差不多到 裝好蚊片 兩層包裝 原裝果然是好東西 然後裝好蚊片 那真的蚊片會掉出來 這個設計有些問題 好 開定 一下車就可以生效 又是一路走進去一路拍片 一路走進去一路開會 所以就沒有拍片 直接拍戲好形 原路也看到有些東西飛飛飛 但沒有咬我們 他也趕不走 但不咬 不咬就行了 另外同場年輕人玩攝影機 沒有設定的 這次的攝影機 這次的攝影機很簡單 因為這裡的攝影機 都是喜歡簡便的 即是說wildcamp 因為就是攝影機 會玩很大 日落西山 看到那些羊 在遠處 然後那些攝影機 這些景色很棒 我覺得也不錯 這次全靠有助手 那些攝影機 其實我是在開會 不是在開會 不是在開會 上班 蚊向座桌 又坐不到 兩邊發熱 要打側放 又站不穩 但原裝蚊片 有些蚊油 漏了出來 所以其實 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又是戴著耳機 開會 不斷地走一走 拍小小片 給大家看一下景色 如果有印象 這裡是之前 已經來過探路 不過這個位置 是臨尾發現 沒有在拍太多照片 不過這裡就超近 一落車 我想走十分鐘 真棒 好啦 夏天 聽到有幾個聲音 都幾遠 但是聽到 在後面 突然間 吃完飯 真的出來了 這個地方 應該都會認得 探路就來了 以為五月都不會來得醒 至於積慶 吃完晚飯才來 待會會吃個宵夜 今天 炸了塔 好久沒見過蒙古包 因為今天有人陪我來 對 今次不是掃爐 剛才這個湖 這個不是湖 而是水塘 這是什麼水塘 這個水塘 有人釣魚 那個就走了 有人游泳 但是現在 一天下降了 我想現在 十二三度 今天 忘記了帶 溫度計 晚上應該是 在廳 所以 我都帶足水袋 明天 就是吃我最喜歡的東西 吃完早餐 回家 對 回家 還是上班 剛才開會 反正這裏開會 反正這裏開會 真的可以在Google Meet 嘩 多好在這裏開會 嘩 聽到有魚聲 嘩 這裏是 很棒 這裏 五月份 要露營一次 這次 風平浪靜 不過其實也蠻大風的 現在在香港 已經覺得很冷 很大風 但是這裏 就算是 很斯文 看見 萬里無雲 對 萬里無雲 就會 曬了很久 今天下午 曬到 濕度 只剩下十幾個百分 變少了 少了 斯文機 我發覺 都不是極之有效的 我已經用原裝 炆片 沒有太多蠻 我一炆就可以 撕字 就未必很有效 那 不過 都好過沒有 對了 現在 都還沒在一起 現在晚上十點幾 十點幾 十點幾是這樣 多乾 所以一定要戴眼罩 因為你死眼 一個寧靜的 晚上 出來嘻一嘻 叫做 第二營 未夠兩年 第二營 希望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有七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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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裡的麥林 可能是冬天才去 夏天麥林 撕字 咬死 這裡有些微風 下次來個全營 今次是 頹營 這間水塘 最多人做什麼呢 就是 有一群年輕人 幾群年輕人 在玩Camp Fire 沒有設定的 他們半夜才離開 另外 有些人在釣魚 釣魚 應該是這裡的 主菜 其他玩水上活動的人 就要遷就 還有不要干擾那些釣魚的人 我懷疑這個場 那些 地獄 其實是 提供釣魚 要拿牌的 在這裡釣魚 就不是 就這樣 你自己拿魚絲 拿魚竿來釣 不行的 那就要拿牌 另外我見到 有些人自己 帶充氣洞木舟來爬 亦都有一些針 在整隻洞木舟來爬 亦都有一群人 在這裡游水 游水都有 所以各式其式 水獸活動 那些人已經穿了拖鞋 泳衣 就像去沙灘一樣 你看到我 就穿魚絲 霍魚絲 因為留在這裡 晚上都頗冷 後來檢查 家裡 花園的溫度計 只有7度 那這裡 我想都差不多吧 可能低 因為這裡 距離家是 大概20分鐘車程 對於本地人說 這裡應該是夏天 領開水後的水 還是冰手 很冰 但是這個水塘 或者聽說海邊 已經是微暖 我們剛才在水塘 都洗過手 都覺得 咦 微暖 所以 極度適合水藏活動 聽說在這裡 玩獨木舟 更加吸引 因為 香港玩獨木舟 最可憐的是什麼呢 就是整身 涼涼涼涼 淡水 就沒有了這個問題 翻查之後 水塘最深的位置 是五點幾米 兩群人去擁有 一群人擁有 一群人擁有釣魚拳 他們都會放些魚 魚苗 去養 所以他們有權 發牌 就是這樣 因為魚苗 另一群人就是 打獵的 拳 原來 夜幕低垂 不用怕電筒沒有電 因為晚上時間很短 記得要戴眼罩 否則死定了 三點幾天天降 會醒 好 所以 一邊看著 天色已漸尋 嘩 拍到一顆星 看到嗎 我閃一下 現在晚上十點幾天 還未天下 所以天下應該要睡覺 因為四點幾天 即是日出 嘩 我也不知道日出在哪 這個月亮在這邊 對 月亮在這邊 所以太陽應該在這邊 哈哈 就是個型 咦 剛剛好一個時從車 呃 這時靠隊長選擇日出方向 這次沒有帶天幕 其實這個位置都可以開天幕 不過都不需要 這麼大風開地也沒用 嘩 好想買一隻 沖氣獨木咒 剛才看到一些人爬艇 真的流口水 這裡太多東西玩 很慘 不知道怎麼辦 又決定不吃宵夜 吃個蘋果 拆牙分餃 嘩 突然間轉風向 把水沖過來 很大浪聲 也把污衛物件 沖去岸邊 不過這個水塘 所以不會水漲 不用怕水浸 好想看 營內的景色 就地球任何一個角落 都是一樣的 哈哈哈哈 所以吃香檳一流 你們這麼熟悉的畫面 街坊呢 都有點面善 哈哈哈哈 又有逆死腳趴趴 好想看 草呢 又熟了熟面 但是有些不太同 不過都當它是 草而已 都是 哇 七點未夠 太陽已經升到這麼高 熱醒 風太大吹了 污衝東西 還有呢 很害怕 哈哈 這個環境 開玩笑 人生不錯 哈哈 看見這個樣子 知道是煮早餐時間 不過呢 不小心 調校了一部機 做Time-lapse 弄到沒有影片 太早起床 嘗嘗人生 所以自己早點吃了 然後呢 再煮給別人吃 原來呢 日本版真的好吃一點 出池一丁 好 五月尾快閃路 完滿結束 快做事 好 那就完結了這個快閃旅程 原本打算吃宵夜 都沒有吃到 大大了 不過不需要吃了 夠了簡單 就叫做 完結了 近期第一路 滿意的地方 很多人游泳 爬艇 早上六點多 已經有人起床 放狗 真正 好 先喝吧 拜拜 真金白銀 沒有給廣告費 買回來 所以就要說些壞事 臨回到家 最後跌一跌落地 連那個掛繩的扣都掉了 真的不知道怎麼用 這塊東西 放在地上又不是 放在桌面又瓦定又站不穩 驅蚊效能 用原裝蚊片都上可 的 咪字不算多 今次都沒有被咬過 那一句就說一句 今集就這麼多 謝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 Member 和Patreon支持者 好 喜歡訂閱 有緣叫大學照顧 有問題留言交流分享 拜拜